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巅峰时刻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摇滚浪潮 使听Every breath you take 坚实至爱 2.灵魂互换 爱瑞莎 弗兰克林Respect尊严高歌 3.流行巨星 泰勒斯Love Story童话爱情曲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摇滚浪潮 使听Every breath you take 坚实至爱 各位音乐爱好者摇滚迷 以及那些偶尔在街角 哼唱着耳熟能详旋律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 那首让人既爱又怕的摇滚经典 使听Sting的Every breath you take 这首歌曲自1983年 由乐队警察The Place 发行以来就像是一个甜蜜的梦魇 紧紧缠绕在我们的耳边 首先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你正在一个浪漫的晚餐约会上 蜡烛闪烁 红酒摇曳 然后DJ放弃了 Every breath you take 你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喜悦 因为你认为这是一首爱情歌曲 但是当你仔细听歌词 每一次你呼吸 每一次你动作 每一次你破碎 每一次你睡眠 我都在看着你 突然间 这首歌就从浪漫 变成了一部恐怖电影的主题曲 是的 这首歌其实是关于一个失恋者的痴迷和监视 使听本人也曾经说过 这首歌是关于一个可怕的人物 而这种坚实实的爱 恰恰揭示了一种控制和占有的欲望 这首歌的流行 或许也反映了我们对于爱情中黑暗面的一种集体迷恋 从音乐的角度来看 Every breath you take的旋律和和弦进行非常简洁 却又无比精妙 那个重负的吉他主旋律 就像是一个不停在你脑海中盘旋的思念 或者更贴切地说 像是一个不断监视你的影子 而使听那独特的嗓音 则在歌曲中增添了一种既迷人又略带威胁的氛围 这首歌不仅在音乐排行榜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甚至在后来的年代里 它的旋律被无数次的引用和翻唱 每当有人提起这首歌 总会引起一阵讨论和回忆 它就像是那个在派对上永远不会被忘记的前任 总是以某种方式出现 提醒我们爱情中那些甜蜜与苦涩交织的复杂情感 总之 使听的Every breath you take 是一首让人难以忘怀的摇滚经典 它教会我们 有时候爱情可能不是那么单纯的甜蜜 而是包含了一些更深层次的 甚至是令人不安的元素 下次当你听到这首歌时 不妨想一想 这首歌究竟是在谈论爱情 还是在谈论对爱情的执念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灵魂呼唤 艾瑞莎 弗兰克林 Respect 尊严高歌 各位亲爱的音乐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 那首让人灵魂都要跳跃起来的歌曲 艾瑞莎 弗兰克林 Ariza Franklin The Respect 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歌曲 它是一场革命 是女性自尊和自强的宣言 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首先 让我们来点小知识 Respect 原本不是艾瑞莎的歌 而是由奥地斯雷丁 Otis Redding 在1965年创作并演唱的 但当艾瑞莎在1967年 用她那充满灵魂的嗓音 重新诠释这首歌时 她就从一首男性视角的 请求尊重的歌曲 变成了一首女性力量的代表作 艾瑞莎的版本 加入了一些简单 但极具影响力的元素 比如那个著名的拼字部分 RESPCT 以及背景合唱的Suck It To Me 这些改动 不仅让歌曲更加朗朗上口 也让她的信息 更加直接和强烈 当艾瑞莎唱出那句 Find Up What It Means To Me时 她不仅在告诉听众 尊重对她意味着什么 她也在向世界宣告 女性有自己的声音 有自己的价值 并且应该被尊重和听见 这首歌 成为了女性主义和民权运动的 非官方国歌 激励了无数人 为平等和尊严而奋斗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奥迪斯雷丁当时知道 她的歌曲会被艾瑞莎这样改造 她可能会说 哎呀 我只是想要点尊重 结果我创造了一个怪兽 当然 这个怪兽 是以最美好的方式出现的 它改变了音乐史 也改变了社会 艾瑞莎 弗兰克林的Respect 不仅仅是一首歌 它是一个时代的呼唤 是灵魂的高歌 是尊严的象征 每当这首歌响起 不管是在派对上 还是在你的淋浴间 都不禁让人想要站直了腰杆 挺起胸膛 用力唱出那个令人难忘的拼字 RESPCT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流行巨星 泰勒斯 Love Story 童话爱情曲 好的 让我们来谈谈流行音乐界的 莎士比亚 泰勒斯 Taylor Swift 和他那首让无数青少年恋人 心跳加速的经典单曲 Love Story 首先 泰勒斯不仅是一位歌手 他更是一位故事讲述者 他的Love Story 于2008年发行 这首歌曲巧妙地将 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与一个现代爱情故事结合在一起 创造了一个跨越时空的浪漫史诗 泰勒斯在这首歌中 扮演了一位等待着他的罗密欧 来救他的朱丽叶 但与原著悲剧不同 泰勒斯赋予了这对恋人 一个快乐的结局 现在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莎士比亚活在今天 他可能会在推特上发文说 Hey At Taylor Swift 13 我喜欢你给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现代转身 但你忘了加上家族恩怨 和悲剧结局了 Where is the drama Shakespeare approved? 当然 泰勒斯可能会回复说 亲爱的威廉 时代变了 现在的人们需要希望和甜蜜的结局 Happily ever after Love Story的旋律和歌词都非常上口 这首歌迅速成为了全球热门单曲之一 它不仅在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 还成为了无数婚礼 舞会和卡拉OK夜晚的常客 泰勒斯用这首歌证明了 即使是古老的故事 只要加上一点流行魔法 就能够重新焕发光彩 最后 我们不得不提的是 泰勒斯的Love Story 不仅仅是一首歌 它还是一个品牌 从音乐录影带中 那个宛如从童话书中走出来的城堡 到泰勒斯那令人难忘的公主群 这首歌创造了一个完整的视觉和听觉体验 让人们一听再听 一看再看 所以 下次当你听到 Love Story的旋律 在空中飘扬时 不妨想一想 这不仅仅是一首歌 这是泰勒斯对于爱情最美好的幻想 也是她将古典文学与现代流行文化完美融合的证明 而且 谁不爱一个有着快乐结局的爱情故事呢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 谈到了三首摇滚 灵魂和流行音乐的经典单曲 使听的Every Breath You Take 艾瑞莎 弗兰克林的Respect和泰勒斯的Love Story 这些歌曲在不同的时代 以不同的方式将爱情和情感表达融入了音乐中 使听的Every Breath You Take 带领我们进入了爱情的黑暗面 以监视式的爱恰恰揭示了一种控制和占有的欲望 这首歌的流行或许也反映了我们对于爱情中黑暗面的一种集体迷恋 艾瑞莎 弗兰克林的Respect则是一首女性力量的代表作 她用它充满灵魂的嗓音 唱出了女性自尊和自强的宣言 激励了无数人为平等和尊严而奋斗 而泰勒斯的Love Story则是一个跨越时空的浪漫史诗 她将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与一个现代爱情故事结合在一起 创造了一个有着快乐结局的童话故事 这三首歌曲虽然风格迥异 但它们都以不同的方式触动了人们的心灵 成为了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 它们让我们思考爱情的复杂性 女性的力量和尊严以及童话故事的魅力 现在我想问问你们 你们对这三首歌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有什么样的回忆或者感受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